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多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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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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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1日 太过分了真是 哎 你们 唐朝 奸飞 啊不是 总之 你们不可以这样的 是吧 人家一对很鸳鸦 啊 你们在这里拆散人家 我觉得那些网民很过分 哎 我们两边的说法 我们都会看的 我们是很公平的 哈 我呢 就站在阿基哥那边的 就是 你们明明不抵抬人家 是不是 啊 家有娇妻 老牛吃乱草 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 啊 因为牛是草食性动物来的嘛 当然吃草的啦 难道吃肉啊 那些女性先啊 吃那些小鲜肉 是吧 人家吃乱草 啊 至少是吃素的嘛 吃齋 有功德 那这帮友仔 这样搞人不对啊 嗯 好了 上回提要 就是73岁的龙基哥 啊 唐元宗 天保年间 杨贵妃啊 还有这位王贵妃 36 不是 37岁 73岁 这位青霞 这位青霞 素臭的那些 黄青霞 那铺席这个叫做 啊 啊 遇为佳华啦 的夜宣戀 啊 而且 大家同样 啊 都对这个飞机 是有兴趣 无形那些啊 不是其他的那些 就是总之玩无形飞机都很专业的那样 就话说啦 咦 原来四年的 就是OK 拍拖四年 一直都恩爱 甜蜜 不过是啦 你们那些啦 外界啊 一直都不看好 各样 我看好他的 不要放弃 你杨振宁那些 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但是上回就出现罗生门的 因为龙基哥就说 是把七个物业转去 他那时候是说未婚妻的 突然间变成了大婆的 有人就说 这些才叫帝王之术 才是龙基哥好东西 试到他出来 是不是 各样 就这样子很糟糕 你没给人 你就不要说给了人 搞到阿Chris 被冠上这个拜金女之名 现在我为他抱不平 是不是这么说 但是啦 你没得绑住人的 真是很坏的 用些金钱绑住人 用些可能 香港籍那些东西去绑住人 这些都不要得 那日前传出 就说原来 2018年 阿Chris有反驳过的 赤亚青霞 包括就 送了自己那张学费单出来 学历证明 玩飞机的那个 帐单 哇 所以阿龙基哥就说 如果他这样 读书法有几十万那些 他走去 搭桌上那些 唱歌 唱到 吐都不行 他是这么说的 唱到吐很大事的 你一路唱吐 那些反初物 塞住一条喉咙 唱不到下去的了 随事啊 窒息屎咧 唱到吐不是几好的 总之啦 经这个 唐元中一番独计之下 Chris 惨啊 被观赏 拜金女之名 楼又没过户啊 还要无故被人 撕了一枝 不是 撕了一锅 你怎么搞错才行的 麻烤佬是不是 你说 你应该是那些 大破狐狸精 这样兜巴掩上去的才是 你无端端有个 大脆佬啊 他走过去 打到别人又鱼又青 吐了一层楼出来 干嘛 怎么吐给你啊 所以我就说 Chris 你第一时间当日 说了 说没收过的 好过你故隆元虚 就说事情 不是好像你们这样想 清者自清 干嘛 对不对 虽然你有个字 就叫做清 黄清 而近日亦传出 2018年时候 他那时 30多多少少 Chris 就在美国 西雅图 多华人 那头 登报征分的 咦 是不是征了李隆基 他应召啊 也都拍下这个叫做 短片 就向三人 不是 向人 一个人 借了3万美金 之后就失踪 不要还到 这么说的 3万人 就是21万 拍了什么短片 你拍什么短片 因为我知道的 就是如果你要借钱各样 人家拍你的短片 可能穿得比较少的 是不是 有把柄在手 那才好叫他还钱 好了 我们又来看一下 这个Chris 怎么回应 他回应了HK01 各样的 已经不是清者自清了 现在 而且 Chris 曾经 一大档 银子 虽然他说是有个朋友的 还有 就是有买卖 这个私隐飞机 那个证明 财力 红口 还有 龙基哥 又说 他老爸是那些 不知道什么 珠江桥牌 我不记得做什么了 总之 是上市公司老板做厂的 然后就说 你回来 不要抠个老饼 贴价100万的Tesla 给你 那可能做车厂的 他做比亚迪的 一定是做比亚迪 还要坏到 可能比亚迪的车 然后装个Tesla 排头上去 那就算了 那些是吧 喂 你自己是个女儿 你别这么害 走走走 变了烈火飞车 Anyway Chris 就强调 强调的 这个是address 他自己家底是不差的 十衰 就去外国海外那里留学 阴公珠 他老爸那些 没给他钱 要 搞到他 问人借钱 三万多人 他还有两层的物业 所以是无需要骗钱的 多厉害 两层物业 羊宅还是阴宅 还是子宅 他说是又是 算了家企出来 有家企好一点 家企 家企 他也都说 他的原生家庭 这四个字 挺有趣的 这四个字 原生家庭 前世今生的那些 Anyway 原生家庭 如果不好条件 怎会 可能给他这么多东西 等一会给你们看过 读书要用多少钱 正常人 是很难处理的 就是他不正常 阿龙基哥 唱到嘔都未必能够办 咦 原来是他说的 我以为是基哥说的 但是 话说 我们先crack dify人家 有youtuber 一个叫smarttravel 就说 接报 Chris 在一间酒店房那里拍片 对着镜头就说 自己是细臣劈愿 2018年3月30日 借款3万美金 这个什么姓 叉攀 有个人叫叉攀 OK 叉攀 行餐 随便 就指2018年Chris 也都曾经在这个 美国西雅图那里登报征分 同一名男士约会之后 就表示了 自己生意周转那里出现问题 就向那名男子借了三万美金 二十几万 那里 港元 二十几万 就拍下片段作证 不过 借钱之后 就失踪 没有还到 这样说 生意周转不灵 是可以的 就是你做厂的各样 有时交付各样出现问题 但是 他那里慢慢声 亿亿亿 你二十一万 救到你什么 那就不清楚了 至于那个 炸盘 都不是好人 虽然 老牛吃乱草 他应该是未够老的 人家精分 他就走过去应征 可能二十一万太少 这个炸盘 你不是 要有这么一年纪 才有多些钱 不是 我就是说 如果借钱周转的话 如果你想借几百万 你要找年纪再年长一些 可能会好些 所以 香港01 就向这个Chris 查证 他又提供了 2018年3月入数字银行 月结单资料 亦回应 自己早前 老早就还了钱 人家还了钱 你就不要唱衰人 那个炸盘 很明显就是 他认真 然后人家不抠他 Chris 那时候征婚没问题 他认识龙基哥之前 征婚有什么问题 那个人 摆到明是 想拆散人家 然后自己伸脚进去 这些叫叫长脚 龙基哥 你不要让他得手 我跟你说 他脚走了过来 我不管他第几只脚 你都脚了他的 另外他强调了 是没有跟那个男子发生关系 他是这么说的 当然没有发生关系 因为当年公司发放工资的时候 国内资金来不及 临时问他可不可以借 而拍的片 就是当时借钱的片段 借的是3万美金 那个人不公道 我觉得 别人还了钱给你就应该把这个借据 那销毁才是 你有什么理由留出来 还要这个时候 走来播出来才行 不道德 我不喜欢这样的 Anyway 根本没可能借到 这么大一笔钱给他 如果他不是有来头的话 所以是因为他有公司资产 公司资源 走过去抵押各样的东西 我想是 接着又说网上遥传他欠3万元的债务 其实当年隔几个月之后已经归还 可以坦白地披露那些流水账 还有很多流水截图视频那些 全部可以公开 为什么叫流水 就是real time 流口水截图视频 流水 不知道 为什么要叫流水 还有 如果是这样 会将对方的账户信息都公开 因为已经还了 隔六年才来土债 奇怪 不是说还了吗 他不是说土债 他说你借过钱 哦 说你失踪然后不还 接着又还到的 这个是chase那张单 用chase人行 Morgan Chase 对哦 真的Morgan Chase 厉害 有点来头 哎 去外国读书都要开奸 不是帮他买广告 不好意思 刚才笑到各样 不是的 我觉得道理今次在青霞里 他有单有盛 对不对 另外 近期有商计 有这个YouTuber 指他学历造假 淘宝买画 就当是自己的作品 在美国征婚之后 借钱不还 还有发生一次性关系 一次性交30元 中移动 三次 所以借3万 是不是作东西啊 总之整件事情发生到急升 这么说的 债主阿伟就指了 李隆基未婚妻借了3万美金 又用这个裸照哄他 发生关系三次了 我不信的 全部东西我都不相信 一句说完了 如果你是有裸照各样的嘛 你是不是说 你借了一些重要部位 真的有的 你先说 你不要击涂 现在的AI技术 这么先进各样的时候 我说不信了 有一早扔了出来 我觉得是老人勒索啊 这些 摆到明是要挟清霞 毁人清誉啊 这个不要得 不要得 不好 另外 那位阿伟 原来呢 那当然有点钱 三万美金 二十几万大拿拿 这样借了 七万银 你说三次 三万一万一次 那位阿伟 就叫做欧阳伟 这样说 现年声音似是六十岁 你不要这样 可能很年轻 二十多岁 为什么说人家声音似六十岁 诋毁人家 我们这些很公道的 据说就知道 有个叫阿伟 指控借三万美金还 无端端 说什么人家六十多岁 不要这样说 好了 欧阳伟表示 几年前就认识了Krissy Krissy表示自己有公司 OK哦 这个 不过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没问题啊 你做生意 肯定有资金周转的事 问银行借 问阿伟 阿伟 阿伟 不知道给不给的 对不对 另外 他说到Krissy说自己很有钱的 直升机都有两个 唯有直升机 父母就在洛杉矶 不是大陆开厂吗 去了洛杉矶 陪读 英国留学 洛杉矶 英国留学 十岁来了美国 那时跟他什么都说 尽数心忠诚 说资金周转不到 可不可以借三万美金两个星期 这样的 那节目主持了 那些衰人 就问这个 欧阳伟 跟Krissy拍拖的时候 做了些什么 毁人称语啊 这些 想了解他们 发展到什么 其地步 除非你拿出更多证据 如果不是 人家Krissy反驳了的了 债主阿伟就说 跟他微信式的 住的城市不同 他呢 就住斯雅图 而青霞就住凤凰城 阿冯来的 就是凤凰城 有啊 这样欧阳伟说了 我叫他啊 拍些裸照给我看 哼 跟着就传了 给他有没有那么顺滩啊 你不要乱说才行的 你真是有正有据才好 喂 告他诽谤啦 我又不忍他啊 青霞 阿伟就说了 一直都收藏住的 哎呀 这些勒索口吻 我不信 哎呀 是啊 晒气 我不信 因为主持人就 说到了 他有验证的 但是呢 那些裸照啊 裸回来的照片 全部都是遮了样貌的 那哪是青霞呢 你不要乱说 这个欧阳伟 啊 居心歹毒啊 但是青霞就承认了 是有借过钱给他 是这样的 你除非有些身体特征各样 但是这些这么私隐的 我们没有得验的 就只有龙姬哥 唐朝皇上在后宫时候 为这个飞笨洗尘 才可以看 原来做厂是做这个 那又正常了 因为原来Quizzi开的那家是直升机公司 是做直升机的 欧阳伟说的 欧阳伟又说了 他还开了个视频给他看 那于是乎有直升机的 又在旁边 又有爹爹妈妈那些 哎呀 行啊 直升机 对不对 这么有钱 无所谓啦 就借3万元美金给他 什么借呢 你这些不是借 你这些是购买服务 你自己说的 你说购买服务 但是别人否认了 依欧阳伟的说法是购买服务 就不要说自己借钱 依欧阳伟的说法 他就是还了的了 还在老人勒索 不对 另外欧阳伟又说 哎呀 这个 也有问题啦 他又说为了那3万元 他怎么做 他卖了广州城楼折衣叔吃 笔钱呢 是要在美国买屋 还说被人骗 那时候想过自杀 差点害死他 咦 还生一样一样 奇怪哦 珍惜生命啊 不要这样啊 不过今时今日呢 你知不知道香港那里 你打电话去撒玛利亚呢 好像说他吸线 几衰啊 我那天看到新闻说 二次伤害咯 都已经想着 就是寻求一下什么的 还要被人reject 真的 连天都不喜欢我 不是这样的啊 还是漏了两个字啊 不是防止自杀啊 防止不遂啊 阿伟 叫他阿伟 欧阳伟 喂人称语 我都要叫他欧阳伟 欧阳伟也说到 Chris坐民航机 就是普通飞机咯 去到Seattle 你说私人飞机就说 咦 跟他在酒店房那里 发生关系 这样说 坏人 对不对 还说借钱给人 你放在那里 21万 要卖层广州楼去做 反而这个人的供词 我觉得有点问题的 在那里屈人都有的 然后那些东西就 不能出街了 不说了 对了 在那里形容到 人家好像狐狸精那样 怎样勾线着他 就是怎样啊 你想形容自己 被人炸光炸正 跟着就丢在一边 不理 总之啦 给他财息兼失 他是说自己 给人财息兼失 你哪有色啊 你别玩啊 不是啦 我觉得这人是 底位清霞的 阿隆基哥 你千万不要相信啦 那之后啦 就开车再去这个 李小龙博物馆 参观这些东西啊 唐人街那里就吃云吞面 他请的 贴大床啊 跟着欧阳伟又说到 去到这个富国银行 去保险商 那说一起进 但是贴大床 不敢进入 因为进去之前 是要用身份证登记 之后就拿了3万元给他了 为什么我觉得 欧阳伟的工资 不是很正确呢 就是你想想 你21万美金 啊 sorry 21万港元 3万美金嘛 24 24万 24万你去富国银行 开个保险商 你玩啊 保险商怎么会 就这样装一些 那么cheap的东西啊 对不对 你说当屋契 又或者租个保险商 都要钱啦 又或者你有些金条各样 那于是乎 如果你真的这么有钱各样 给了21 24万 自然啦 20几万港元 你又不需要说有自杀念头啊 对不对 啊 除非你是求爱不遂 那就可以为情 为钱的话 你不make sense 咯 你的功词 不好意思 我在说smart travel 那个人啊 然后又学习了 因为欧阳伟又表示 之后去这个 李小龙坟墓参观 然后呢 先接载这个 Chris去机场离开 一拿到钱就走啦 你不用现金的 过数就可以了 是吧 要拿casue三万元 所以我都不明白的 但是Chris就形容 真的有借过钱的 不过已经还了 他很激动啦 澄清已经还了钱的啦 说对方作大好厉害 希望特别展现自己能力的 他说当初呢 去士雅图的时候 去了不足24个小时 真可憐 24个小时被人抹黑 早知不去啦 完成了转仗 回到阿里桑拿那里 有拜祭到这个偶像 李小龙在那里夹夹到 即是那个口供供词 但是如果你说 其他那些什么酒店 各样的东西 就不合理的 但是真的有那幅照 和李小龙的合照 另外啦 还原三万之外 美金马 有五千元人民币作答借的 也都有这个叫做流水账单 他姐姐发来 跟着给他各样的 好了最重要 对于这个叫做裸照事件 克里斯是这样回答的 他就说了 曾经有接触过欧阳伟这个人 当时是没有真正见面的 有发放过性感的照片 不过不是裸照 那你欧阳伟 毁人称语都挺彻底的 因为他那科是裸照 不过没有样子的 怎样啊 两科合体吗 六神合体吗 不可以这样的 总之 克里斯澄清了 是没有跟他在一起的 怎样证明呢 因为他有那些流水账给你看到的 有了那些资料各样的 我原来是个flirt人来的 应该是 但是他公司 是不是真的做直升机私人飞机那些 大手买卖私人飞机那样的 是吧 这么厉害 但是别人呢 就圈了 啊 比斯汪的嘛 是不是 买飞机的那个账单那里 Great Eagle Flight Academy Optional 等等 那张这样的账单呢 是有错字在那里的 例如Optional T-I-O-N-A-L 就变了T-I-O-A-N-L 调转了一些字 Referred 这个字呢 就留了个R了 所以有人质疑了 他那些这样的账单呢 是不是淘宝买回来的 那我觉得他又很可憐 如果是的话 因为他买回来的那个很明显 不专业啊 就是有什么理由串错字才行的 还有你有什么理由 你 Seattle 读过书那些的嘛 你要Prove Read一次 啊 去看一下有没有错字才订出来的嘛 很明显啦 他也是个纯真的少女来的 没想过就订了出街 那但是 你说外国人又是不是真的没有串错过字 不一定的嘛 这个第一点呢 我份屋契也串错字啦 不是 那些租契 是啊 他经常串错我的名字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可能帮衬那间又是华人飞机公司来的嘛 那别人不识英文有多么奇呢 是不是 在帐单上面 啊 他又叫你们瞎大眼看清楚 当时他是用17万的美金去转的 因为要买一架叫做弯流飞机 啊 私隐飞机来的嘛 以公司名义去买的话呢 交那个税就会很高的 个人那个扣字税呢 就会比较上低一点 是吗 什么不是公司有得扣税的吗 总之是私隐名义买的啦 那17万美金 百多万啦 你不买架飞机的时候啊 已经够周转有得啦 那别人周转那3万美金做什么呀 是不是 去斯雅特啊 3万美金 那总而言之啦 就是所有东西都已经交代清楚 大家又是飞机迷来的 那别人又对你痴心一片 就快一点点给个名分人才是的 啊 基哥是不是 那我啊 等着看他们那个 拉埋天窗那天啊 不是你们这帮人那么衰啊 啊 想人家龙基哥 孤佬终结自己啊 晚年各样凄凉 是不是 孤零零丹丹丹 就不要这样啦 是不是 人家喜欢的时候 咬左头 给回个名分人 啊 好似说 想去美国斯雅图那里低调搞分离 到时会一会这个欧阳伟 扒他两巴 胡说话 so far 证据比较有力的是青霞那一边 我们是不可以听这个欧阳伟的片面之词 除非有些更有力的证据 就是这样 今天讲到这里